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点就是按照它形成条件的不同我们进行分类 那么这一块我们的171413年都考了这块的题 所以它是一个相当考评比较高的题 我们来看它形成条件有我们的火层水层还有变质 那么火层对用的就是岩浆岩水层对用的就是沉积岩 那么对于这一块的内容我们是考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记到的点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解释 这个哪个岩是什么了 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去区分就OK了 那么来看我们首先从下往上看吧 它变质变质就提到了我们提到的片麻岩大理岩和石鹰岩 那么水层那是跟水层积有关系的了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石灰和沙岩 那么其他的火层岩就是我们的强度比较强的 什么花岗了还有咱们的玄武了那其他的就是闪肠灰肠 还有咱们的灰绿这些就是咱们给车的岩石 那么对于这一块呢就是每种你都要学会坐香的连连看 所以卧质需要你去掌握的是下边两个啊 变质以及水层那么变质岩叫什么大片石 大片石大片的石头见过呗 见过知道吧大家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认识石头 大片的石头大是指咱们的大理岩片就是指片麻岩 石就是指石鹰所以叫大片石 对不对大片石这么聪明啊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那个水层就是和水有关系的呀 沙还有石灰这不在用石头吗 这个石灰还有沙对吧 哎这个呢就是咱们提到水层 那么对于火层呢就是一些你不常见的一些词 要么我们最后就是用排除去做我们的火层 或者叫岩浆岩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给到的171413年他考评比较高的点 你是每个点都是需要继续掌握的啊 关于我们的形成条件来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叫做沿石的分级啊 11年的单选就考了他怎么考呢 我们来看啊说这个岩石呢根据他的兼顾系数的大小呢 分级我们前十级是从5到14 他的兼顾系数在1.5到20之间 除了5级的兼顾系数在1.5到2.0之间 其他以2为极差 那么兼顾系数在20到25之间的呢为咱们的15级啊 兼顾系数在25以上呢为16级 在这一块我需要大家给到的点点就是我们的岩石总共分为了多少级 我们的岩石总共分为了多少级 12级对吧 好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土加石 土石不是在一起吗 所以他的分类也是在一起的啊 土石4 石是12 所以他加起来是16 那么对于石这分类 他最开头就是以5开头的 因为我们的1到4是属于的是土 哎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那么这个点就是关于他这个分类就这样了 那么我们来看啊 说他给到了一个兼顾系数 那么在这个兼顾系数 他这提到了什么1.5 什么以2为极差 他怎么去分类呢 哎我们以这个表格带一下大家啊 就是你不要说揪到那我不会了 我分不清我算不出来 哎带大家用看一下这个表格就OK了啊 作为了解来看啊 说5的话 我们对应的是1.5到2.0 那么你看6七八九十一直到我们的14 他都是以2为极差 2到4 4到6 6到8 8到10 10到12 12 14 14 16 16 18 18 20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以2为极差 那我们的15呢 就是20到25 16呢 就是25以上 这就是我们兼顾系数 他和我们所在的延时的级别的一个对应情况 明白了吗 哎这个再次注意啊 小师老师会考吗 基础课 我会多给大家去打基础 打得越是越好 不要在基础课上问我 这个会不会考 那个不会考 难道我说这个不会考 你就不学了吗 那如果考了呢 现在水利啊 并没有说这个绝对不会考 另外一个绝对不会考 谁也不会说绝对 因为我们现在考的越来越泛 越来范围越大 越来越细化 你怎么才能拿到你抢分呢 就是我们的基础 打得细 就可以了 好吧 哎 这个这个进件终于学会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后台上别问了 我跟你讲明白了 二为几差 就是二 差值是二嘛 等差数列嘛 是不是 哎 这个要点 要注意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一道多选题吧 来看一下怎么去出的啊 来看 2017年 说岩浆岩 所以岩浆岩是什么呀 火 对吧 哎 火成岩 岩浆岩包括什么 A B C D 选什么 一三四五 一三四五吗 呵呵 小时代 选三呢 首先他是说火成呢 我就知道啊 没考你的大片石 那么我们就要去看 有没有大片石啊 大里岩 对不对 出什么呀 这个变质啊 好 还有谁呀 骗马眼 没有 还有什么石鹰啊 所以石鹰不是 那么其他的 还有一个沙眼 还有一个石灰 跟水相关的 那么有吧 没有 那么一些奇怪的什么花岗啊 灰绿啊 玄武啊 对不对 闪长啊 等等 这些属于什么 属于的是火成 那么这一道题 给到你 你把三个都get到了吧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 来看我们一四年 你考的怎么考呢 下来考的就是变质岩 变质岩是谁 大片石 这个石 是谁 看错了 变质 大片石 是石鹰 对不对 好 那看啊 花岗属于咱们的火成 石灰和沙眼属于的是水成 沉积 对吧 哎 所以我们选到的是C选项 好 好 好做吧 好 那么看完咱们给到的分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进入到的 就是它的开挖方法 对于石放开挖呢 我们分为了两种 一个是露天的 一个是地下的 对不对 那么露天的一般就是明 那么地下的呢 我会说到暗挖比较多 好 我们来去看第一个 就是露天开挖 那么露天开挖方法呢 我们给大家提到了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钻孔 爆破一个松洞 还有咱们挖掘机呀 装载机 配自卸汽车处扎的一个开挖方法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就OK了 那么来看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爆破方法呢 主要有前孔 深孔 动势和预略等 那么知道啊 在这个石方开挖点 我们用到的最多的 会是体现到的是爆破 所以了解它的一个方法就OK了 看完我们的露天 我们来去看我们提到的啊 露天开挖里边提到的一个爆破方法 那么爆破方法是最多的 那么对于它的一个基本工序 我要去了解啊 一提到工序 不用说了 工序怎么的 这么机脚杆栏的都能考到 那必须的 这还叫机脚杆栏啊 那个是考上品质那么高 你是避讳的 是不是 好 在这儿看到了是什么 我们提到的说 基本工序是什么 基本工序 你就是必须要知道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了一个大工序 我们水利工程 怎么去施工 那么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还有一个点提到的是什么 我们提到的 我们给出来的一个钢板状格性未按的时光工序 对吧 来看第三个 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爆破开挖 其实爆破开挖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也比较常见 但是它的一个工序的描述 我们来注意啊 就是钻孔 你先钻孔 钻孔的目的是什么 钻孔的目的是什么 啊 钻孔的目的是放杀药嘛 给它停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是装药 装完药以后 我的目的干嘛呢 就是起爆 起爆完了以后 你说我把它起爆完了以后 我用什么呀 我用这个石头吧 对吧 所以我要进行挖桩 最后我用到哪里 比如说我要进行 土石坝的一个田柱啊 对吧 或者是节流啊 我运到哪里 我要把它放到它应用的位置 所以叫运械 这就是咱们给出来的关于爆破法开挖十方的基本工序 这提到的点啊 这个工序 说起来简单 那么给到排序体 我觉得啊 给到出爆破法的排序体应该不会有人错 如果真的让你以按立体的形式出现 让你说给出这个爆破开挖十方的基本工序是什么 是否这一二三四五个工序 你是可以提出它相应的名称 如果以简单形式一定要去注意啊 装孔 装药 起爆 挖装和运械 再次注意的点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相关的工序 好 那么看完地上的 我们来去看地下的 地下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按挖是比较多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地下工程呢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钻孔爆破 但是有的情况下呢 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机械 比如说咱们的绝禁机啊 进行我们相关的一些按挖 还有呢 我们的顿垢呢 也是还有咱们提到的顶管啊 也就是顶件的法的 这些呢 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 对于我们的隧道呀 还有我们相关的按挖工程啊 进行一个支撑保护等等 所以对于这些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OK了 知道有这三种方法 在水利里边提到了就行 但是我们最最主要的呢 仍然提到的是钻孔爆破法 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方法里边 具体去突出的一点 我们最最重要的 在十方条巴里边的最最重要的 无论是我们提到前面的一个露天 还是地下 我们最重要的 普遍应用的就是咱们的爆破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认知一下 关于爆破技术的几种爆破方法的要点 首先我们来去看到说爆破作业 我们应考虑到什么爆孔的布置啊 爆孔方法呀 及安全措施等 对吧 我们要提到安全 我们安全技术里边会将爆破 再次提到相关的条顺和规程上 要注意啊 那么爆破方法呢 我们前面也有潜孔的 深孔的 动视的 欲裂爆破 及光面爆破 好 我们一起计划一下 这几种爆破方法 它的考试要点 以及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呢 我们来去看 深孔和潜孔 潜孔和深孔 它的区分点是什么 它们就是定义上 给出了一个明显的区分 潜和深 用什么 用孔径和孔深来提到 说孔径小于75的 我们提到的是毫米 深度小于5米的 作为的是潜孔 那么大于的呢 就作为的是深孔 所以从定义上 我们就简单去区分到 我们的深孔和潜孔 对吧 好 那么定义 我们改得到了 那么这个定义上 有学员都会说 老师现在把这个70改成50了 这个70改成50了 那么我们来看 2020年 它是如何去改正的 如果没有改正 我们对在这一般不设题目 设的题目 我们以教材为准 好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 那么我们核心的一个区分点 会在哪里 会在这个深度这 在定义上 它会去考到潜孔和深孔 它会这么给到大家 说潜孔和深孔的临界孔深是多少 临界孔深是多少 多少 五米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次注意它的点 定义 好 接下来我们把两个再换到一起 那么潜孔呢 就是比较简单 那么潜孔就是一个一个小孔 比较简单 对不对 那么便于去开挖 它的控制它的开挖形状和规格 那么我们的深孔呢 就是钻孔的 因为你钻一个孔 它的量比较大 所以它是钻孔的工程量 工程量比较小 耗量比较低 生产率比较高 对吧 这个大家要提到的 对于它的优点 那么缺点呢 就是潜孔就生产率太低了 那对于我们的深孔呢 你既然钻这么大的孔 所以会提到的设备比较复杂 设备费比较高 好 这就是它的优缺点 来看适用条件 既然操作比较简单 可以去控制它相关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是可以适应各种地形的 广泛应用于什么 机坑啊 渠道啊 碎洞的开挖 那么对于我们的深孔呢 你既然量 工程量比较小 你的爆破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 大型机坑的开挖 大型采石场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深孔的爆破法呢 一般适用于我们的 7到我们所提到的 14级的油岩石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呢 就是咱们的深孔和前孔 你要从它的适用条件 以及它的定义 去区分咱们的前孔和深孔 因为在爆破方法里边 我们考考试分为两个 要么考定义 要么考它的适用方法 和它的带来的相关的目的 对吧 哎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两个点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一个识图啊 也就是前孔和深孔 用的比较多 比较广泛 它其中呢 还会提到了一个识图的点 那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采取的是阶梯的开画方法 对于前孔 其爆孔的布置参数是这样子的 对于这个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识图 好 那么提到识图的话 就让大家掌握了 这个图上每个字母 你必须要准确的给我答出来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爆孔的参数 给出来我们的L L是什么 L叫做 你不是钻孔吗 是不是 所以叫泡孔深度 好 来看啊 L2 L2是什么 叫做咱们的堵塞深度 你那个药装下去了 我得给你堵住啊 对不对 那么你药装到哪啊 装到了我们的L1 叫做装药深度 所以说L L1 L2 你必须要知道 对吧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的 1 2 1就是堵塞物 堵塞物 2呢 就是药包 好 那么这个点就没了 那么需要说 老师 这个H 这个WP 这个B 这个A 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要注意 首先你要去试图 我已经把L1 2 L1 L2 都搞定了 剩下的这个WP 还有H AB 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再去回来 看一下关键点 好吧 我们来看深空宝泊 深空宝泊 里边就会给出来了 这个H 就是叫做T段高度 你不是用阶梯吗 这个不就是阶梯 到底阶梯 阶梯到多高啊 这个叫做T段高度 所以H 大家要注意 知道是什么了 对吧 再继续往下看啊 还有一个WP B是什么呀 叫做底盘 抵抗线 底盘 抵抗线是什么呀 为了让它 爆破到彻底 不留残梗 所以我有一个 底盘抵抗线 那么来看 它是指 我们炮孔的中心线 到我们这个阶梯的 底部之间的 一个距离 这个就是WP 对不对 底盘 抵抗线 尤其是这个WP啊 一定会写字 底盘 抵抗线 好吧 好 接下来再往下看 那么炮孔的间距是A 排距是B 好 一样的一个词 那我们来看啊 那么一排一排的 你不是钻个一个孔 一个孔 一个孔的吗 好 那么所以我这个B 就是一排排距 那么这个A和A呢 就是一个孔和一个孔之间的 所以叫做孔距 对不对 所以AB要知道 好 那么到此呢 我们就知道了啊 原来强孔爆破和深孔爆破 它们有相似的地方啊 啊 有我们的WP 有我们的H啊 有我们的A和B 这就是我为什么让大家 把前孔爆破和深孔爆破 放到一起看的原因 那我们就知道 知道了 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接着往下看啊 但我们的深孔爆破里边 还会有一个不同点 叫做我们提到的超钻深度 啊 我们有我们这个 钻孔的深度 但是呢 我们还会区分到一个 超钻的深度 这个小H 那么钻孔的深度 我们不是有L吗 对不对 啊 那么还有堵塞的深度 L2 啊 在这呢 还有一个区分点 第一个区分点 第二个区分点 第二个区分点呢 我还有单孔的装药量 刚才提到了 说我们的工作效率比较高 因为我们单个 它的一个量是比较大的 带来的效果是比较好 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还会提到一个 单孔的装药量 这就在深孔里边 它和我们前孔爆破 一个明显的区分点 哎 这个呢要注意 好吧 两个啊 一个是超钻深度 一个是单孔的装药量 其他的 我们是一样的 好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前孔和深孔爆破 它的实土体 以及相关参数的要点 好 那么关于我们这块呢 还有两个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提高深孔爆破的质量 可采用两种措施 第一个呢 叫做多排孔 微差爆破 第二个呢 叫做挤压爆破 啊 其实这个多排孔 微差爆破 这个微差呢 主要是指 它的时间上面的 啊 我们可以到毫秒 啊 它的毫秒的一个误差 所以呢 我们可以提高 它的质量 对不对 哎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这个微差 提到它的毫秒 我们提高爆破爆破 之间的一个 更精确性 提高它的质量 那么第二个呢 叫做挤压爆破 其实这个挤压爆破 比较好理解啊 就是我这个 先给它挤压 产生一个冲击 一个破坏 然后我再给它爆破 是不是提高了 它的质量呢 因为我先进行了 一个破坏 先进行了一个破碎 对吧 哎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一个从时间上的 毫秒的误差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们会提到 先预先 给它一个挤压爆破 然后再进行 深空爆破 提高它的质量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两种方法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说还可以通过 合理的结构 以及采用倾斜的 孔爆破等措施来实现 但是呢 我们最最重要的两种 一个是从时间把控 一个是预先进行破坏 这就是我们提到 相关的一个简单的措施 我们重点 要掌握它的参数和试图 那么关于深空和前空 应用的比较多 给大家设计的要点 也是比较多的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几种其他的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动视 什么叫动视 包括呀 就是专门进行设计 开发动视 和我们的向道内呀 进行重要要爆破的一种方法 动视内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定义 理解就OK了 对于在这个要点上 需要大家再次注意的 就是它的关于我们 应该是350页 它是关于哪呢 它是关于我们的 那个强制性标准 那么因为咱们在第一次课 跟大家说来着 强制性标准 有关联的 会放到技术部分 跟大家去考核 对吧 好 那么提到说 严禁在设计 见机面和设计边坡 进出采用动视爆破法 或者是药壶爆破法施工 那我们的一键 一键考栏啊 一键刚刚考了 就考了你这个多选题 非常简单 简单送你那份的题 一个是动视 一个是药壶 因为我们 不管是见机面 还是边坡 要稳定 要平缓 所以我们不设计 什么动视和药壶爆破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两个点 好 我们一键考栏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一键考栏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 好 那么 这动视的话 来看 继续往下看 狱猎爆破 那么狱猎爆破法是什么呀 那么狱猎爆破法呢 它的定义是 沿我们的设计轮廓 去钻的什么呀 狱猎爆空 在开挖区呢 为爆破之前 先获得一个狱猎缝 所以这个狱猎爆破呢 要达到更精确性 我们要去控制 它的破坏范围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狱猎 那么为什么要控制 它的破坏范围呢 因为你需要去保护 达到的目的 就是保护我们的保留掩体 或者是临近建筑物 免受这个爆破破坏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要控制它的破坏范围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 一代的注意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狱猎爆破的目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第三个 光面爆破 其实对于光面爆破呢 我们从它的定义掌握 就OK了 说光面爆破呢 就是利用它的开发 轮廓线的光面呢 爆破孔 我们要去形成的 一个光爆面 获得 那么从而去获得一个 比较平整的开发面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光面爆破法 对于光面爆破法呢 我们从定义掌握 再次强调 动势的话 我们要去结合 强制性标准 预裂的话 要结合它的目的 所以在这几种爆破法 去掌握的时候 它们的区分点 是不一样的 好 讲了这么多爆破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道题 去看一下 到底爆破法 如何去考核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 第一题 说在开挖区 未爆之前 先进行爆破 保护相关的 什么保留体 或者是临性建筑物 免受破坏的方法 是什么 当然了 今年的考题 百分百都讲过呀 很多啊 基础课上 简直大部分都讲过 只是我们后期的课 会集中到百分之的 多少 给大家讲 是吧 好 来看这个 记笔记了 好 来去看这个道题 那么这道题呢 就是考的一个应用 是吧 说 我们前边这个 就提到了 我们的预列嘛 刚才前边 给大家的一个保护 那么再往下看呢 这道题呢 就考它的适用条件 考的是什么呢 可适应各种地形条件 便于控制相应的一个形状和规格的保护方法 它的一个应用范围 谁 谁 就是咱们的前孔嘛 对吧 哎 简单嘛 是不是 所以选到的是A选项 对于声孔呢 我们是大型的 它们两个的孔身的一个界限值是5米 对吧 那么动视的抱护法呢 我们需要去注意和强制性标准 在我们的间接面 或者是我们的边坡上 不能一般不采用我们的动视 严禁采用 严禁采用我们的动视和药壶 对吧 对于光面呢 我们形成一个光爆面 OK 对于我们的抱护方法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所以这我的抱护方法的结束呢 那我的第一节 关于土石方开挖 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到地基处理工程 那么地基处理工程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 你开挖完了以后 你不得清理啊 我们第一步要什么 清杂嘛 是不是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第一块 叫做地基的开挖与清理 那么关于地基的开挖与清理呢 我们首先就要认知的是土坝的地基 因为我们有土坝 有混凝土坝 要不要注意啊 你说土坝的地基 我们一般土坝可以建到土基上 也可以建到哪里 也可以建到哪里 我们一般我们这个土坝 因为土坝它是散力状的啊 我们可以建到土基上 也可以建到岩基上 但是混凝土坝 我们一般建到哪里 混凝土坝 因为混凝土坝我们提到了 它的自重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一般建到岩基上 因此呢 你在学习这一块的时候 一定要去区分这个土坝 和混凝土坝 人工史 我就直接写了啊 人工史坝 这两个的地基是不一样的 土坝是土 岩石都可以 但是混凝土坝 它的自重是很强的 所以它需要一个完整的 坚硬的地基 我们用到的是岩基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一定要注意 好吧 好 没有问题啊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认知一下 就是土坝 那么土坝呢 有两个 刚才提到了 土基和岩基 那么清理的时候 肯定是废料 你要进行清理吧 对不对 塞有那个 我们的强度比较低的 土层 你需要去清理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仅清废料 我们还要 请不符合 不符合相应的条件的 一些土层 这就是我们的清理 那我们来进行开挖的时候 需要大家注意了啊 首先我们来去看到的是 土基吧 那么土基进行开挖的时候 我们土基进行开挖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土基嘛 土基 是我们提到散力状 稳定性不强 所以它开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它的岸坡 应该是大致平顺的 比较平缓 那么不应做成台阶状 在前面提到了 你挖渠道 挖渠道的时候 我们要做成台阶状 对了稳定性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土基 就是土地基的话 它进行开挖的时候 我们是不应做成台阶状的 这个特殊点 要注意 因为它一旦做成台阶状 它会影响它的稳定 对不对 因为你的台阶 是这样突变的 对吧 影响它的稳定 那么再有它的稳定 就会产生相应的滑坡呀 对吧 等等现象 所以我们第一个 就是稳定 第二个 其实我们这个土坝的时候 我们都会涉及到 防身体下 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结构 它的一个结合 我们一般也不会做成台阶状 因为台阶状 再次强调 它会有一些角度的 一个突 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要注意的 一些是施工的 一个是我们的安全 这两点 请考虑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 好 这个注意了 第一个注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说这个暗坡呢 如果是上缓下抖的时候 我们如果给大家简单去换一换 上缓 我们是上不比较缓 那下不比较抖的时候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它说 变坡 变坡脚应该是小于20度 也就是说 这时候啊 我们需要去给它做变坡脚了 对吧 那这个比较缓 这个比较抖 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变坡脚 那在这儿这个变坡脚啊 这要控制到我们的20度 控制到20度 而且呢 这个暗坡呢 它的抖呢 不以抖于一比一点雾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变坡脚是什么呀 就是本来我是这么缓的 你突然抖了 所以在这一块 我要给它做一个变坡脚的控制 不能让它角度的突变 所以在这儿提到了一个变坡脚 就前面已经提到了啊 什么叫变坡 就是原来我这么走 你不这么走了 那你相当于原来的那个方向 变了多少 要控制它角度 是20度 就OK了 这个点 那么重点我们要去看 这个暗坡 它不以抖于一比一点五 仍然是从稳定性来走的 稳定性 那么一比一点五 前边提到了个一比二啊 一比二 那如果是抖了怎么办呀 削制缓于一比一点五 对吧 不以抖于就是缓于嘛 不以抖于啊 得缓于 好 那么得越缓越好嘛 这是咱们要掌握的第二个坡度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那么在进行开发的时候呢 我也要地层地基嘛 地基嘛 就是咱们的建基面了 建基面要怎么办呢 预留保护层 0.2到0.3米 是一样的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岩基 那么岩基相较于我们的土极化 稳定性就会很强一些 所以对于岩基呢 我们要清理它的表层啊 不什么风化的 不符合要求的 那么对于岩基的岸坡呢 既然你的稳定性要强一些 所以你的岸坡 我的限制就要低一些 也是多少呢 不以抖于 1比0.5 就OK了 1比0.5 肯定是 抖的嘛 对吧 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比较抖的 1比0.5 好 那么我们风化变质的软岩石呢 进行开发的时候 也要去预留相应的保护层 那么没有提特殊的保护层的预留 我们一般预留的都是20公分到30公分 也就是0.2到0.3米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要注意 好吧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三个坡度 第三个坡度 好 那么在清理土坝这儿 跟大家说的就比较多 好 那么其实在这个清理和开发这儿 它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它就是清除先表后里 对不对 我先清除表面的 然后再清除相应的不符合要求的土层 那么再有呢 我们开挖要有保护层 按坡坡度要注意 这儿是两个坡度 那么在这儿 这一节课呢 会设到三个坡度 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坡度 你记一个就OK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给大家删一下 记住一个就OK 我们前边提到了个1比2 我这儿提到了个1比1.5 我又提到了个1比0.5 很简单的啊 一比下边的1.5加0.5 它的一个分配 就是正好等于你的2吗 这个是等于什么呀 推土机进行开挖的时候 推土机进行开挖取道的时候 坡度的一个限制 对吧 那么这两个就是和我们的一个地级开挖 真正的地级开挖 那么越坡度越大 越大的 坡度越小的 应该怎么限制呢 你看越小的 就是咱们的不稳定的土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延级 OK 对吧 你要求越严格 你肯定是越不稳定 那么你下边的1比0.5就是延时 就OK了 所以对于这一块的知识啊 我们要去注意它的一个相关性 好吧 三个坡度 掌握了吗 怎么了 谁不知道 是不知道坡度吗 越小越陡 不知道坡度 是谁不知道坡度吗 刚才 是这个吗 坡度是什么呀 1比n 坡地纸吗 是不是 我们要去注意啊 那你看 1比1.5 1比0.5 这就是提到呀 你看 你这1比1.5是这样的 那我1比0.5应该是怎么样的呀 所以呢 我们要去注意它的点 好吧 我们要注意它的斗 和它的和它的环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再注意在这个点上 我们要注意 它是坡地纸 坡地纸 也就是我们数值方向上 在水平方向上 它的一个变化方向 就OK了 哎 这像构三构四弦五 好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 那么我们在这儿 没有跟大家去讲坡度 因为我在前面 已经跟大家设计了 所以在这块 没有跟大家guide到啊 如果我们学员 真的不会了 然后你再告诉我 我再跟大家讲 好吧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土巴的地基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再次强调 两个坡度和保护层的预留 接下来我们来去往下看到的 就是我们提到的 混凝土坝的地基的开挖 也就是刚才提到 混凝土坝 我们一般在哪里 在我们的岩基上 对不对 所以对于岩基的开挖呢 就和前面的不一样了啊 说坝段的 这个基础面 上下由高差 不易过大 过大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做成大台阶桩啊 对吧 因为你是岩基嘛 我们一般做成大台阶桩 区域这个呢 是在现在我们的拱坝 那么两岸的岸坡 这个基岸面呢 应尽可能挖出来 足够宽的台阶桩 所以这个台阶桩 才是它的稳定性 和前面是一样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个 就是开挖至距离 基面的时候 是0.5到1米的时候 应采取相应的一些 细化的一个处理 比如说首风钻 钻孔 小要量的一个爆破 以免再造成过大的裂隙 对吧 因为对于裂缝 我们在混凝土里边 混凝土坝里边 是我们强调的 也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质量 质量要求 那么来看第四一个 说遇到一风化的叶岩 粘土岩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是怎样呢 去预留相应的保护层 0.2到0.3米 待上部去胶筑完毕后 再进行挖除 因为我们在这儿 不管是叶岩 还是粘土岩 它都是一风化的 相对不稳的 所以我们和前面的土的处理 是一样的 我们要预留相应的保护层 也是0.2到0.3 所以对于我们的 混凝土坝地基的开挖语情理呢 我们简单掌握就OK了 我们的重点要去掌握到 土坝的土和岩基 它的坡度 以及我们所涉及到的 保护层的一个限制 就OK 好吗 好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道题目 来看一道 我给大家出的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是考的一个多选 仍然是说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什么 来看A选项 说开挖的岸坡应大致平顺 考的是什么 土坝的土鸡 土坝的土鸡 土坝的土鸡开挖 下列说法正确 开挖的岸坡应大致平顺 对不对 是我们是第一个 是大致平顺 特殊点对的 来看B 岸坡应该就成台阶状吗 你已经平顺 不宜成台阶状 因为我们是土 所以B是不对的 来看C 说应预留一定的保护层厚度 填土前进行人工海挖 保护层厚度是对的 0.2到0.3米 来看C 仅清理玉泥吗 我们土层 不负荷要求的 也该清理清理 对吧 来看E选项 岸坡上缓下斗时 变坡脚应小于 我们所涉及到的20 那么我们的岸坡 不宜抖层多少 1比1.5 所以我们所涉及到的E 也是等着选正确的案 所以是A3E 对吧 1比1.5 那么来看啊 土霸的岩基 它不宜抖层多少 土霸的岩基 不宜抖层多少 1比0.5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好 这个大家要再次注意啊 那么在这一块的时候 学院就有问了 老师 你前面挖渠道的时候 你就说做成台阶状 你为啥在这挖 挖这个时候 你就不易做成台阶状啊 那渠道渠道 它不也是挖土吗 你要注意 它们的高差范围 是不一样的 你渠道能挖多深呢 地基处里挖的是很多的 对吧 所以在这儿 还有一个高差 会限制了 它是否去成台阶状的一个点 它会均衡去考虑 到底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呢 才能在安全和经济上 达到一个平衡的点 这就是咱们选方案 为什么要选到设计 为什么要设计出来 它的坡度的一个限制点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你有这个疑问 那你明白了吗 原来如此 对呀 我是不是太懂你们了 懂你们吧 那咱们就继续往下看 好的 那必须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来到了地基的处理技术 那么地基的处理技术 这儿呢 首先我们要去认知一下 这个地基处理的基本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去认知的 就是地基处理方法的第一个 地基处理 肯定是为了让地基达到强度更好 我们的整体性更好 因为你的地基会决定了 你这个坝怎么样 对不对 你基础不稳 见什么坝呀 一为一走不好 搞什么冲刺啊 对不对啊 所以基础得见好了 那么为了让基础达到的更好呢 我们的地基会采取各种方法 那么为了让大家把基础达更好的 我就花费更多的时间 给大家更细化 更接地气的给大家去讲我们的一为一 好吧 来看 一起往这看 好 我们来看基础啊 那么基本方法呢 来看第一个就是灌浆 那么灌浆我们就知道 通过我们的灌浆棒 把我们的浆液灌到相应 我们的地基的裂系里边 对吧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灌浆 好 那么来灌浆的话 我们提到的各种方法 在我们的二件上 大家注意的是有这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在一起的话 两个两看啊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固结灌浆和帷目灌浆 对于这些灌浆呢 我们要从它的定义和目的上来走啊 那么帷目固结灌浆是什么 就是面状布孔 面状的 对吧 我们进行面状的一个布孔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固结灌浆 固结灌浆面状布孔 它改善相的力学性能 那么所以固结灌浆啊 它提高的是整体的一个性能 对吧 整体的强度 那么灌浆的面积较大 深度较浅压力较小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固结灌浆 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帷目 这个帷目灌浆在我们的 混凝土重力吧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了灌浆帷目 对不对 我们在这儿会有设立到一个 灌浆孔 灌浆帷目 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是为什么 减小压压力嘛 所以我来看啊 说帷目万将 是灌浆帷目呢 它降低的是基础的 阳压力 对吧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的阳压力 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浮脱力 还有我们下边的渗透压力 由于我们灌浆帷目的存在 我们的渗透压力 会进行减小 对吧 减小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防渗帷目 它主要是防渗的 降低我们的阳压力 所以我们提到了 它很深呢 那可能我们的固节 其实在这儿 那么我们的帷目 就会涉及到更深 所以它是灌浆的深度较深 压力较大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固节和灌浆 好 那么在这儿 再次提到 固节和帷目灌浆的时候啊 对于它的浆液 水泥浆液 我们有一个见识 一般对于水泥浆液 我们是不低于它多少来着 还记得吗 我们的灌浆材料这儿 对于一个水泥浆液 一般不低于多少兆帕 三十 谁是琥珀呀 说什么呢 三十二点五 还记得吗 绿安水泥 不低于三十二点五 对吧 好 没有问题 好 那么看完固节 和帷目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往下看 那么看到的是 接触灌浆 什么叫接触灌浆啊 也就是在咱们这个 建筑物和岩石的接触面上啊 比如说咱们给出来的 混凝土吧 和我们两岸的岩石和接触面 这个面上 对吧 我们提到的两种物质之间的 接触面之间进行的灌浆 但为了这个接触面之间进行灌浆 目的是什么 就是加强它的结合程度和整体性 好 那么对于接触灌浆 它的是不低于多少 你们这么懂我啊 不低于多少呢 什么接触灌浆啊 还有接缝灌浆啊 我们不低于的是四十二点五 对吧 所以前后的知识一定要再次联系起来 我们才能加深印象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要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化学灌浆 化学灌浆主要是从它的浆液这儿啊 我们成的是溶液状态 因为它能灌入什么 能灌入的是微细的一个裂缝 是多少 0.10 0.1毫米 对不对 0.1毫米 这个大家要注意 在路上就知道我的意思 这么厉害啊 0.1毫米 那么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毒水防肾不强嘛 更细微的裂缝 我再进行给你进行灌浆 对不对 它就是更强化了它的防肾和毒水 加上它强度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化学灌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往下看 还有一个叫高压喷射灌浆 高压喷射灌浆 肯定是高压呀 那么这个高压呢 是多少呢 一般我们提到的是三兆帕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OK了 三兆帕以上的 我们采取的是高压泵啊 还有相关的一些 注浆管到淤定的位置 用我们的高压泵 将我们的浆液通过喷嘴 我们喷射出来 这就是提到我们的高压喷射灌浆 高压喷射灌浆啊 它用到哪比较多啊 也就是咱们的软土地基里边 用的比较多 因为它要大到比较深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再次强调 好吧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 需要大家注意的灌浆 应运的范围比较广 那么其中是它的要点呢 相对于我们从定义 和我们的作用去区分就OK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做防肾墙 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 防肾墙 首先你要知道 它的目的是什么 防肾的呗 对不对 好那我来提过那个啊 防肾的 那么你说这个 黏土地基里边 需不需要做防肾墙 黏土地基里边 需不需要做防肾墙 需吗 不需要吧 防肾墙 黏土你就掏不过水了 我防什么肾呢 对不对 所以防肾墙给到你的点 就是它要指的是什么 你掏水性墙的 沙利时地基 这个大家注意啊 好那么来看一下防肾墙 那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防肾墙啊 还有我们提到的一个截水槽 脚浅的时候啊 我们就用黏土的截水槽 对吧 把它截住 截水槽 那么我们提到的往下给到呢 下列 像去射箱的反绿层 那么脚深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用的 要么是操控型 要么是砖柱型的 一个防肾墙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防肾墙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定义 就OK了 好吧 知道它是一种方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 置换 置换是什么 就是用好的 置换你低强度的 不好的土嘛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置换 那么来看置换是什么啊 说将 这个建筑物基底下 以下范围内的软弱土层挖去 我替换成强度比较好的 各种性能比较好的土层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置换法 只不过它的操作 相当于更繁琐一些 对吧 这就提到 那么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什么 排水法 什么叫排水 这就提到的置换法 在进行施换的时候 来看排水 排水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将我们地基内的水 形成相的排水通道 进行排出 无论是水平的 或垂直的排水通道 对吧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排水 那你说这个排水 是不是用于这个沙土啊 你说沙里是地基 你用排水吗 沙里是地基 用不用排水 用不用 沙里是不用吧 你排水 你肯定是含水量比较强的呀 你比如说软土地基 需不需要排水 有啊 软土地基的一个特性 就是含水量比较大 所以我将水平排出 提高它的稳定性 提高它的强度 对吧 这就是排水法 来看第五一个 叫做几时 好 那么来看几时 什么叫几时啊 其实几时呢 它就是将某些填料 如咱们这个沙呀 和碎石啊 这个生石灰呀 等于用什么冲击振动 或两者兼有的方法 压入到咱们这个土中 形成一个一个的柱体 使这个原土层几时 这个几时是什么 再次强调啊 这个几时是说 我投出空间来 我给把这个空间里边 去填充其他的物质 如我们的沙和碎石 和你的排水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几时法 好 但是还是有空间在 对吧 这就我们提到几时 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2345 一定要从它的基础定义上 去了解就OK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六一个 第六个呢 叫做关注桩 其实就是咱们的桩基础嘛 但是呢 在我们19年教材上 把这个固桩基础 给大家改成关注桩了 对这个关注桩呢 我们去给大家进行一个 稍微详细的一个讲解 首先对于这个关注桩 我们都知道 我们首先桩基础 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吧 那么关注桩 我们按照三种方法 跟大家说到 首先第一个叫做受力情况 我这个桩啊 它是用什么样的力 主要是受什么样的力去支撑 你看啊 第一个叫摩擦形桩 摩擦形桩是什么呀 主要受到的是侧摩擦阻力 来维持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摩擦形桩 侧边的 对不对 能看清吗 能看清是吧 没有问题啊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侧摩擦 好 那么接下来再往下看到说 端层桩 端层桩就是这个 它主要受到的什么呀 端桩的阻力 一端的这个阻力 对不对 好 这两个没有问题 好 那么主要的力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摩擦形桩呢 我们分为了两个啊 摩擦桩 就是提到的 只受 一摩擦 侧摩擦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 你叫什么呀 端层摩擦桩 它们就好像一个 绕令一样 但是要注意啊 最后落到了谁 就以谁的主要受力为行 来看啊 好 来看啊 端层摩擦桩 它是两个都有 但是以摩擦为准 啊 就是此时的端层 这个端部的 这个 桩端的阻力 你不能忽略了 所以叫做端层摩擦桩 明白 这没问题 对吧 来看端层 端层形桩 这个桩 它是什么呀 是端层的阻力 那么如果叫端层桩的话 就是只涉及到 这个端层的阻力 对吧 那如果叫摩擦端层桩 是什么意思 以谁为准 摩擦端层桩 以谁为准 以谁为准 哪个主 哪个府啊 对吧 它是什么呀 它是以我们的端层 以这儿为力 进行稳定 对吧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 所以在这一块 以谁为准 就落到了谁 谁里边啊 那么再次强调这两个啊 再次强调这两个 学校在 在那个弄不清说 老师 什么呀 端层摩擦桩 摩擦端层桩 啥意思 落到谁 以谁为准 谁占的力 为多为主 多一些 这个要注意 对 有晕啊 这个真晕 现在明白了吗 以谁为准 谁在后边 落到了谁的头上 以谁为准 赵珊珊 落在了这个山上 落在这个三字上 所以三三老师的课 有很多 跟三字相关的 对 明白了吗 谁就为谁负责 谁收钱 谁负责 好吧 明白了吗 继续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功能啊 我们的功能呢 主要是从它承受什么样的力啊 如果是轴向的压力 我们知道轴向的压力比较好简单 对不对 轴向的压力 好 那么如果是成轴向的拔力 就是向上的 所以我们又提到了一个 抗扶桩和这个塔架的毛固桩 毛固桩就是要嵌住到里面 对吧 哎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抗扶桩 抗扶桩和我们提到的一个塔架的毛固桩 这些呢 就是受到的是向上的轴向的拔力 那么还有受到什么样的呢 就是水平的贺载 这个水平的贺载 大家就见的比较多了啊 如咱们的挡土桩和抗滑桩 这就是咱们的挡土桩 还有咱们在这个岸边 咱们这个沪泊岸边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抗滑桩 这两个啊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功能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呢 也是这两块 但它会怎么着 给大家出到像的题目啊 它就会给到说 比如说给到说 这个挡土桩主要承受的是什么样的贺载 你要知道是水平 那如果是抗服桩 主要承受什么样的贺载 提到的抗服嘛 肯定是轴向的拔力嘛 你不让它抗服 你肯定是轴向的拔力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要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往下看 有一个成孔方法 成孔方法呢 要么是机械成孔 要么是人工成孔 那么对于水利这边啊 这些成孔呢 我们简单知道一下就OK了 你不需要知道 什么泥江户壁 它是怎么着操作的 什么干作业是怎样操作的 我告诉你它的区分就OK了 好吧 人工成孔不讲太多 我们来看机械成孔 其实机械成孔呢 有两个 一个是尘管的 一个是取土的 取土是什么呀 其实取土就是你要进行钻孔的 对不对 取土就是你要进行钻孔的 把相应的土给取出来 对吧 这很简单 那么来看 所以它有一个集土 集土就是把 集土就是什么呀 把尘管的 尘管我边拔出来的时候 边形成了 就OK了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尘管 关注装 那么这个后边会提到的 取土成孔 关注装 什么呀 它是钻孔的 要么是采取的 泥江户壁的钻孔方法 要么就是啊 一次清孔 一次钻孔 干作业的成孔方法 再有呢 我们还用这个 压管 成孔方法 就是全套管的 一个成孔方法 进行一个关注装 这三个同时属于 钻孔的 取土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也要去明显去区分一下 比如说它说 下列属于 集土成孔 灌注装的 就不是到钻孔了 它是到什么呀 尘管的 对不对 边拔 边成孔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关于灌注装的要点 再次强调 第一个是容易混淆 你要知道 以谁为准 落在神身上 就OK了 定义 简单区分 第二个 要去区分 这四种装 它承受的力是什么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要去区分 哪些是取土的 哪些是集土的 就OK了 关于灌注装 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怎么了 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端层装下端 比较容易受力 你说为什么是受 只受侧向的一个摩擦力 为什么只受端 端状的一个侧力 对不对 对 是给它是否 给它向的力 比如软的 对不是 然后比较坚硬的 它就可以受到端层装的 一个端层的力 是 你的理解 太厉害了 太难了 装机处 OK 咱们关于灌注装 因为咱们水利里边 涉及到的比较少 不像咱们市政 他会给你去讲 什么城管 灌注装 怎么去施工 你一将户壁 灌注装 怎么去施工 在水利里边 你只需要去了解 它的定义 会去区分 它是属于取土的 还是属于集土的 就OK了 明白 明白了吗 这个要点 你必须得注意了 你别在后期 再跟大家说 我不像我得弄明白 是 你弄明白更好 但是我觉得浪费太多的时间 去做这个项目工作了 因为我们不涉及它相关的程序 你如果真想明白 我可以下来 你去后台大一室 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没有问题 好吗 没有问题吧 我走了啊 一二三 没问题 是不是 好 那么关于我们这一块呢 还跟大家说 除了这六种基本的方法以外 还有什么水泥土搅拌桩 震冲沙桩 高压喷射灌浆 墙航法 沉井基础等 还有这么多方法 那么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基本的六种 我们从定义上去掌握它的细节要点 就可以了 好吧 顾顾 怎么联系我呀 好 OK 没有问题 好 那么关于咱们后边的不同地基的处理 试用方法 我会放到下节课跟大家去讲 因为在这一块上考试频次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放到下节课跟大家讲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因为马上到时间了啊 又没讲完 好 那么可以 这一块咱们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去做到题吧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我们相关的题目 关于这个观将方法的一些题就可以了啊 不可以啊 我就得放在下节课讲 因为我要花费十分钟的时间到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拖堂应该拖的时间太长了 我还是别拖了 好 好 来看啊 这个就是考试大家的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 说在平行于建筑的轴线方向 我们要去形成裂缝 形成什么样的呢 我们要去形成一道的防身帷幕 那么这个降低基础压力的方法叫什么 叫做咱们提到的帷幕观将 所以选到的是B选项 对吧 固结是面状的 我们接触要有接触面 建筑与掩体的 高压喷射 我们要有高压泵 还有会从它的压墙上 给大家提到三兆帕 对吧 所以从定义和它的一个作用去了解就OK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我们讲基础 观将 讲它的方法的时候给到的一个考察点 那么它的方法是会相当于是我们后边方法选择的一个应用 一个基础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OK了 关于后边这个咱们就下几课才跟大家去讲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咱的小节 好吧 我们还有几分钟 两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小节 那么其实这个小节呢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它的优先级别 预先级别为一的话 包括两个 但是我们的二会放到下一节课跟大家讲 为什么放到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非常重要 所以开头我必须得讲个重要的 对吧 这个呢放到下一节课讲 我们来看第一个 土石分类 你要知道土加石等于四加十二 土是如何进行工程分类的一二三四的名称叫什么 以及我们的石是按照形成条件的火成盐水成盐 还有咱们提到的变质盐它的分类是什么 就OK了 这就是咱们的土石分类 接下来我们来看游算级别为二的就比较多了 土方开挖里边机械各大机械的分类 还有主要作用是什么 人工开挖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它的0.2到0.3的保护层 你要进行排水 那么再有呢我们提到的是爆破技术 爆破技术你要掌握它的工序 你要掌握前孔深孔 它的定义区分 使用条件 你要掌握动视和强制性标准里边的药壶的一个结合 严禁用在哪里 你要去掌握欲裂爆破它的主要目的 最后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爆破技术 还有一个我们提到了一个石图题 在这一个石图案例题 前孔深孔它的一个参数 对吧 阶梯包准的参数 来看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地基开挖预清理 尤其是要掌握土壩的土基和我们的岩基 它的坡度 以及是否成台阶状的一个点 好 接着我们来去看第四个 就是我们提到地基处理的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 它一般情况下不会直接去考你的点 但是基本方法会是一个基础 帮你去选择适用于不同地基的一个点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几种方法 六种基本方法的点 尤其是灌浆和最后的灌注桩 灌浆要分清定义 灌注桩要分清相应的分类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四个 那么阴间级别为三的就比较简单了 渠道开挖 对不对 你尤其要注意渠道开挖里面有一个推土机 推土机去开挖的时候 有一个坡度的限制 一比二 对吧 还有我们提到了十方开挖 那么这个十方开挖 其实技术指导它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选择钻孔爆破 对吧 这些要点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OK了 我们重点跟大家核心的点其实在的是图实 还有关于我们的爆破呀 地基清理呀 还有基本方法的一个介绍 这就是我们整节课的相关内容 多不多少不少 但是呢 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一个总结 和我给到你的重难点的一个划分 以及我给你大家去解释定义 对于你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控就OK了 好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